早 你谁啊 拿着袋子都要剪什么 我告诉你 这一片都是我的地方 我 我就是想来这里剪个瓶子而已 我保证我下次绝对不会来这里捡了 你还想有下次我告诉你 下次再来我见你一次 爬你一次 我现在就走 我马上就走 等等 你今天赶紧去把工资结算一下 然后收拾东西走来 老板为什么我在这干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让我走 刚才的事我都已经看见了 你工作虽然做得好 但是你冷静不行 公司不需要你这样的人 赶紧收拾东西走来 老板 再给我一次机会 姑娘 姑娘 你放心 我不是坏人 我没有而已 我就是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捡垃圾 我看你的年龄 应该是上学的年龄啊 不是我不想上学 而是我家里人 碰不起我上学 我妈 她身在地里 我只能出来捡垃圾 那 你想上学吗 想 我做闷都想上学 那这样吧 我自助你上学 学费以后我给你出 你看怎么样 是真的吗 那谢谢你了 不用不用 以后好好上学 过几天我把钱送过来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我不是 我把钱送过去 envoy 妈 下个星期就要开学了 但是 我不放心你这人在家 怎么办呢 小雅 你不用担心妈 妈一个人在家可以好好交给自己 你先放心的 去上学吧 咳咳咳 咳咳 妈 你看你这样子 我怎么放心的事 要不然 我都不去上学了吧 这可怎么行呢 过来 你怎么来我家了 什么呀 这是谁呀 阿姨好 姑娘 你别害怕 我这次来 没有什么阿姨 上次的事情 是不是 因为一些事情 我心里面压力很大 所以想发现一下情绪 没想到 刚刚听到你说 阿姨需要人照顾 以后你去上学吧 我来照顾阿姨 就当这么无畏以前的事情出座了 小伙子 我女儿去上学了 你真的愿意照顾我 你和我们非亲非故的 小雅 你去上学吧 家里有她照顾吗 你真的愿意照顾我妈 我是不是身心悔过的 我一定会把阿姨照顾好了 那我妈 就拜托你照顾了 等我毕业以后 我再好好报答你 不用那么客气 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吧 我来本大 我还以后路吧 老板 刚才的事情我都看到了 自重能改 但莫大约 能用自己的行动来弥补 已经很不错了 等小雅妈妈病好了以后 你就回来上班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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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